10月5日,NBA季前赛继续进行,火箭队今天对阵步行者队,最终,火箭队100比110输给了步行者。 周琦为中国拿亚运冠军牺牲太大,缺席关键即使,回火箭遭几率竞争今天的比赛。 周琦虽然已经上誉,但却没能得到出场机会,火箭大帅德安东尼把出场机会给了更为年轻的两米13德国中锋哈腾施泰因,哈腾拿下了9分表现强颜,此前笔者就已经准出过。 今年夏天,周琦为了在亚加达亚运会上帮助中国队夺冠,也因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,他在亚运会比赛期间受伤,回到美国就在养伤。 周琦被迫缺席了火箭队季前赛最重要的两次集训,一是在巴哈马群岛由哈登组织的火箭兄弟集训,二就是维基四天的新赛集训练营,而周琦的主要对手哈腾施泰因。 这两次集训都没有缺席,今天的比赛里,中国球迷们在看到为只有20岁的哈腾精彩的表现后,都已经开始为周琦的前进担心了,火箭一共有五场季前赛要打。 接下来还有三场,预计10月9日打上海大鲨鱼的比赛,周琦肯定能得到表现的机会,而那场比赛,也很可能是在一开始前,周琦唯一依次向德安东尼证明自己取得健库的比赛了。 谢谢大家。